哈喽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只说电影的唐司令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部末日灾难片独立日二 接独立日一剧情前总统的女儿美帝现在是新任女总统的助理了 前黑人飞行员的儿子小黑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上尉 而他们呢还有一个共同的好友杰克是一名拖拉机手啊不是月球拖拉机手啊 一切砍死瓶颈其实暗藏玄机不久军事情报处多出现是卫星的信号已长 而且外星监狱囚犯也是狂躁不已如同打来兴奋级一般 另外一边科学家大卫正负中非调查神秘符号 他找到外星抗战军头领小布他能读懂一些外星语并偶遇精神病学者小雷 他怀疑曾被外星人挟持过的病人都和这神秘符号有关系 他将这称之为残留感应随后呢一些人看到当年外星人留下的这个巨坑 这时画面转到了军事基地一架不明飞船破进地球 不变敌友的众人不知该如何应对 此时大卫发现这架飞船长得像神秘符号形状 与之前袭击地球的飞船并不像 要求不要攻击该飞船 可指挥中心的领导啊经过协商还是决定击落飞船 很快嘛 捷克赶来中飞接走大卫去检查被击落的飞船 小林小布也一同前往 与此同时呢 独立日演讲正在进行 突然前总统上台通知大家灾难将至 然后就倒地了 另外一边外星监测局监测到一架直径为3000英尺的母船石像地球 母船来世兴兴放出数艘的儿子来攻击月球基地 因为有强大的护盾 人类的反击是几乎是没有效果 瞬间外星情报局被炸毁 很快战火就蔓延到了地球 甚至比20年前是更加惨烈 母船惊人的杀伤力将整个城市摧毁 小黑妈妈呢 是一个医院的护士 在小黑赶来营救的时候呢 为了让病人登基 自己却坠入了深渊 人类面临灭顶之灾 前总统一行人来到基地 试图从外星犯人口中得到母船的信息 却反被挟持 外星人借前总统的身体 说出母船的首领要征服地球 大卫看了母船的扫描后 推断母船的构造是群手丰厚 认为只要打击丰厚 就能打垮外星人的攻击 于是人类保卫战就此打响 尽管飞行战队是英勇无比 可母船的护盾太过强大 攻击几乎无效 于是携带炸药的小黑 捷克战队决定破釜沉舟 进入母船内部 炸他个措手不及 在地球上的前总统呢 此时也是苏醒过来 他说这一切都是封后的阴谋 他射套让战队进入 并让美帝前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但为时已晚 基地与战机失去联系 整个地球的卫星信号都被切断 小黑等人的战机失去控制 即将坠落 他们呢没有立即引爆炸弹 却被隔离护盾所隔离 他们没有丝毫的损伤母船 画面呢又转向了基地 昏迷了二十年的长发博士 忽然惊醒 他兴冲冲的打开被击落的飞船 里面滚出了一个球球 扫描后没有发现任何的生命体重 就在大家绝望之时 路人甲触碰了球球 启动了球球的内部感应系统 原来这是前来帮助地球的 一千年后外星球体 他是封后掠夺屠杀 自己原本的母星后的 唯一的幸存者 他的来历非常的特殊 终于这一切的故事串联清晰 二十年前球球拦截了那批 外星入侵者的求救信号 直到封后 二十年后会卷土重来 外星母船一直用卑劣的手段 来窃取他人的地核 来补充自己的能量 摧毁了无数的文明 二十年前留下的巨坑 就是夺取地核无果 现在他又卷土重来 夺取地球的地核 而球球呢 是特地过来支援地球的 因为他储存着高科技 这些高科技用来对付封后 镜头切换到主角光环下 幸运生还的小黑战队 杰克呢是非常聪明 当众羞辱外星人来掩护其他人 偷外星战机 随即返回基地 而就在同时 封后敏锐地感应到 他的敌人球球被唤醒 不顾一切前来铲除后患 大卫等人为了保护球球 击败封后 准备以欺人之道 还治欺人之身 模拟球球信号将封后 引到指定位置 并炸飞他 可时间紧迫 需要将模拟信号 送达指定区域 这无疑是有巨大的风险 关键时刻呢 还是老总统自告奋勇 负责引诱封后 出人意料的是 引爆核弹对封后 也是不起作用 他有强大的保护罩 被袭击的封后 是疯狂追杀大卫 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 杰克带队前来营救 镜头转场 基地的外形已经越狱 并通知封后 真求求的下落 封后急忙向基地赶 此时杰克等人 偷来的飞船呢 也是失去了控制 被裹挟在封后 掩护的封群中 为了突出封群 他们极限加速 突出重围 夺回控制权 俯冲爆息了 封后打落了他的壳 然后封后终于死去 掩埋上去 人类最终获得了胜利 尽管这次的灾难 是前所未有 但凭坚定的意志 和团队的协作 人类仍然守护住了 自己的文明与家园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电影 就关注唐司令说电影 司令说电影 说电影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